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月空 星星应该如何相拥 你以後 找不透我內心的空洞 我妝感 我姿態 曾經我也期待 我寂寞 我活該 迷入了一份愛 愛一種 人一散 誰還在留戀那最後一組 你轉身 我猜清楚 拉長的背影 有多孤獨 美夢你哭 菩薩 你一定要饒恕我 饒恕我 我持摘念佛 阿彌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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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相信 您在天之靈 一定會保佑兒子 追尋真正屬於我自己的幸福 少爺 準備好了嗎 我爸 你把他一直睡在客廳 一步也沒有離開 所以你不能走客廳了 繩子我帶來了 你就順著窗戶慢慢往下爬 來吧 謝謝你 這些東西你帶上 接了金小金不要去蘇州 也不要去北平 這些都是容易被人找到的地方 走吧 走得越遠越好 我怎麼可以拿奶媽的東西 不好嗎 傻孩子 這些東西都是太太平時賞我的 雖然我是個下人 但是我從小把你帶大 就好像是自己的親兒子一樣 要自己照顧好自己 走吧 走得越遠越好 好啊 你真不把我這老爺放在眼裡 三番四次跟我作對 我看我們家容不下你了 至於你 等翅膀了 會飛了 好啊 和徐 是 把窗戶給我定死 只要我的心臟還在跳動一天 我就一定要去找趙立 還真當自己會飛啊 那好啊 你就從這裡跳下去吧 少爺 千萬不要衝動啊 老爺 你不要為難少爺啊 放心吧 哪那麼容易死啊 盛月如 你有膽量的 就從這裡飛出去啊 你當真不顧傅子清 就算是粉身碎骨 我也要去找他們母子 敦見 少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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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徐 快去開車啊 好馬上就去 快去 少爺 姐 小姐 小姐 小姐你怎麼了這是 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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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麼了 起來 小姐 我不行了 小姐 快點快點 快快 小姐 叫救護車 叫救護車 快要保住壞子 保住壞子 快點 快點 你堅持住啊 你堅持住啊 快點 趕緊請 趕緊 趕緊請 告诉您 上回您交代我的事 我是顺利地给办成了 什么意思 金照丽肚子里的那块肉 被我给搞掉了 怎么样 我博照不如使命吧 你真下手了 当然了 您盛董事长的令 我半点折扣都不打 我管他是男是女 这回都得重新投胎 你说这对男女还真是鸳鸯面 居然同一时间进了医院 只不过一个是摔坏了头 一个是流畅了 混蛋 给我滚 滚 盛董 您不会是反悔了吧 泼出去的水可收不回来 来 我跟你说啊 我的违款一分都不能少 我等着您呢 滚 你给我滚 月如怎么样了 别担心 我会尽一切都不利的 伤手从高出落下 已经出不止血 头部受伤 有内出血的可能 月如 我是你郁伯伯 听得见我说话吗 你要坚强 我一定为你亲自做手术 相信我 会好的 什么 你说什么 死也不要 我爸输一滴血给我 就算是死 我也不要身上再留他任何一滴血 你 绝不 好 来 月如 月如 你到底对你儿子做了些什么 没想到 他真的会听 月长 一定要救救他 你救救我的儿子 怕是他求死之心已经有了 他是用了最后的力气跟我说的 他说了些什么 他说 他说他不愿意让你为他输血 不愿意在他身上流着你的血 你仔细想想 你到底对他做了些什么 只要我的心脏还在跳动一点 我就一定要聚上赵丽 还真当自己会飞啊 那好啊 就从这里跳下去 我心里有什么想法 他说了 我心里有什么想法 会有什么想法 我心里有什么想法 我心里有什么想法 有什么想法 他说我 护士啊 小姐怎么样了 大夫刚来过 金小姐恢复得很好 就是要多吃点营养的东西 好 谢谢啊 小姐 你刚掉了孩子 这样不吃不喝 这身体怎么撑得住啊 你看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劝你 要不然 我去给郭先生和金先生打电话好吗 停不住 我就和孩子一起下地狱吧 不行 我不能依你 我就要给郭先生打电话 不许去 就当这是一场梦吧 我更欢喜了一场 等什么都没有发生过 等我好了 除了院 我会把所有的一切 都忘得干干净净 还是请郭先生来陪陪你吧 现在 谁来了 都改变不了我的命运 那 小姐好歹吃点东西好不好 你就再睡一会儿吧 来 我去买只鸡 给你熬点汤喝 这和坐月子没什么区别 我只有去买母鸡给你熬汤 记得 妈 我现在就让敦姐 拿着你炖的这锅汤 马上热来给你 安神 杨牌 有入味的 鸡汤 安太阳 难道会是金太太下的毒 好个妈 我一出事 就改变了我的命运 如今我孩子还没机会出事 你又狠心地了断了 我们母子的缘分 把她的命都送掉了 冯分局长刚才提到的茶叶 确实是永运洋行带领的 这些货呢 是要出口到英国伦敦的 而且都已经向海关申报了 这个 出货单上写得很清楚 这是传名 传次 还有索要运的货物 你再仔细看看 非常感谢董事长 这么仔细地证明自己的清白 其实你也不必急着否认 已经有人承认 在这批货里私藏了毒品 这一切 都是她经所办的 和勇裕的任何人 特别是郭董事长 毫无关系 那她是谁啊 金照亮 她人呢 正吉娥在警所里 接受警方的调查 我可以见她一面吗 不可能 为了避免创供 暂时不能让你和嫌犯见面 那替她请个律师总可以吧 等她录好口供 我会安排律师跟她见面 安乐 我们的律师到了吗 陈律师王律师都在卖面的 请陈律师找最好的律师团 我相信金照亮和勇裕洋行的 每一个职工都一样 请白无罪 你可以准备好 我也相信以董事长的能耐 随时都能证明金照亮 是无辜的还是有罪的 不过啊 你要推翻她亲口承认的罪行 恐怕就没那么简单了 请两位律师在会议室等我 通知所有部门 马上来参加紧急会议 还有 帮我接通彭雄电话 好 董事长 这里有封紧急的信件 需要您亲自处理 是庞先生钢琴人送来的 一切我已掌握 我会主动跟你见面 亲自向你解释 庞兄 小姐 还是郭先生的电话 这是他第三次来电话了 跟他说了我的意思吗 我说小姐要我转告 请郭先生安心处理公司的事 小姐很好 叫他不要挂念 所有的问题 都顺利解决了 小姐 小姐 你身体还没好 就出院了 这要是让郭先生知道 原来小心翼翼翼是为了孩子 steady 至现在 我这枯枝里扎出来的烂命人 连孩子都保不住 只剩下这破身体 还值得过度 和任何人心疼吗 我没事了 先下去吧 你就别做了 那什么事 什么事 我怕你 你吃饭了 我怕你吃饭了 我怕你吃饭了 你吃饭了 你这也不吃饭了 我吃饭了 你吃饭了 我 你 代代 为了弥补上次的错误 这明日我叫母老虎回娘家住几天 我亲自带你去看一栋新洋房 也在哈同路 我没命住洋房 等我死了烧给我算了 你怎么还要我气呀 我都赔罪多少回呢 咱们看好洋房 咱们就办喜宴 你呀就准备正式做我潘金融的耳房 那母老虎不一口吞了你呀 她这次走的时候说 好像抓住什么把柄似的 新华怒房的 她那娘家 盖她跟那个迷古安似的 干脆 我再给她盖个长生殿 让她这辈子就在那修行完了 对 来生修一个不举二房的好丈夫 来 来 喝 Building 来 A LBM 里边请 快快快 招呼 怎么过来 请请请 请 快去给赵先生上酒上果盘 快去 快点快点快点 开工啊 来了来了 来了 快去 快去 都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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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 快 来来了 伺候得好点啊 喜葵 快来 来呀 快点 大爷 谢谢大爷 喜葵 谢谢大爷 谢谢了 谢谢啊 伺候好了 快去 谢谢大爷 玩好啊 赵先生 赵爷 这可都是美鸡呢 你最近出手 怎么这么阔绰 我们这歌舞厅啊 冷清得叫人难受 你出手这么阔绰 不怕金照亮 找你 来来来 你多喝一杯 大爷我终于可以出来 掏一口气了 换他进去蹲 我让他吃一辈子劳饭 你明天来找我 好 我给你比美金更好的东西 好 金 条 来来来 来来 给你喝喝一杯 好 好 好 咱们多喝一杯 好 好 你最近好像挖到金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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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爷 谢谢 谢谢大爷 谢谢大爷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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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也得感谢你 让我认识了一个开银行的盛文达 要不然我这金矿还真的就开不成了 你自己做得逆 我可不敢要工 你说 你这就怎么整得金照亮 不会逼你作孽做得少吧 你要了他的电话 要了他的地址 打算怎么折腾着妖精 老孙 老孙 你来了 我今天心情不好 哪有心思跳舞啊 你先让我喝两杯啊 老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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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别走 我求你了 不要离开我 我真的找不到依靠的人了 我求你了 我求你了 这些 老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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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要去哪儿啊 工厂出货有了问题 局势不好 工人不肯赶工 我得自己到乡下的工厂去盯着 不然机器一停 周转马上就要不灵了 你带我一起去吧 你什么时候对我 这么死心塌地了 真要想跟我走 还是等过了这个难关再说吧 是钱关吧 你缺钱啊 现在打仗 正用得上我的铁工厂 本来 可以趁机发笔横财 没想到 碰巧工人少赶不上进度 这零件又是进口的 又要涨价 急得我是走投无路 四处抽钱呢 我倒是存了一笔钱 在没有被我那个毒鬼老子坑光以前 算我投资你的铁工厂吧 算我借的 等我捋出头绪 连本带利马上还你 可是 我的数目也不是很多 现在是救命钱 多一块都是好的 老孙 我可是连自己的命都搭上了 真没想到 在欢场里 也能遇到像你这样 珍惜的好女人 等这段时间过去 我 我去娶你 回上海 风风光光地 做铁工厂的老板娘 这个地方 我也不想再待下去了 走走走算 放心 你我都是瘟 他们要找的是别 金正亮已经到了他们手里 况且那个姓童的局长 非常清楚金正亮的性格 他会把所有的事情都扛起来的 所以我们这两只空瓮 也就没有追捕的价值了 我还是不敢相信 巨龙会的老大 竟然会为了谋取 走私毒品的利益 就任由自己的兄弟 去做替死鬼 我真的怀疑 你深夜叹我这只瓮 是不是又想栽赃我 连累我做共犯 没有共犯 也不可能被栽赃 金正亮是唯一的罪犯 你要我怎么转告 他的妹妹金正丽 你什么都不用说 金正丽非常清楚 他隔一心求死 是因为他得了一种遗传病 你说什么遗传病 一种先天的 几乎治不好的遗传病 可是我并没有放弃 我一直给他找最好的医生 用最好的药定期为他输血 这次我也不会放弃救他 小金更应该知道我的真实身份 是为了完成以后更大的任务 你一再说任务 你根本是在利用金正亮的愚中 替你贩毒杀人做些坏事 那是以前的巨龙会 实际上我早已跟政府合作 我是用巨龙会黑帮的身份 掩护我真正嫉妒的目的 嫉妒 你明明是黑帮 其实这些年 很多黑帮都一一瓦解了 他们都还以为 是不敌我巨龙会的势力 实际上 这都是我与政府合作的结果 你等于是在替政府做卧底 是啊 当卧底的人要出了事 就没人救得了 我等于是一支地下自卫队 我真正的任务 就是等上海开战的时候 不让像博赵这种人 趁火打劫 危害国家利益 听你的口气 一切都在你的计划之中 这也是赵亮同意将那批毒品 放弃那批茶叶的原因 恰恰相反 小金极力反对 是我一再向他保证绝对不会出错 所以他才同意配合他 那为什么会错得那么离谱 没到海关就被警方查获了 这是个意外 是万国茶行的老板向警方出卖了我们 所以才 那你呢 万一警方抓到你 所以我只能暂逼一时 小金的案子 只有让律师打理了 难道不能向警方透露你的真实身份 去求金赵亮吗 任务完成以前 为了成全大局 个人的安危 只能放在最后 你转告金赵丽 我无论如何都要救出他哥哥 金赵亮自始至终 都不知道聚龙会 早已不是当年的黑帮 他这个男主角不是演的逼真 是根本不知道真相 聚龙会 其实早已经跟政府联手 肩负的每项任务都是清白的 只有赵亮觉得自己满受血腥 已沉沦到地狱 现在这个时代 我们每个人 都有自己的任务和使命 有的人出钱 有的人出力 更有的人会付出生命 我和小金情同父子 我个人欠他的 一定会还 我想请你帮个忙 就请你替小金 照顾好那两个他最牵挂的女人吧 我想你应该知道 那个姓谷的女孩 已经怀孕了 两个最爱的女人都怀孕了 两个最爱的女人都怀孕了 赵亮怎么能在这个时候坐牢 怎么到现在人不见了你才通知我 为什么出了这么大的事情你还瞒着我 我和赵丽小姐的关系你难道不清楚吗 她独自承受这么大的打击 我这个护身负在哪里 她一定是恨透了我 因为我答应她的事 一件都没办到 小姐是不会怪郭先生的 小姐说 她的心 随着肚子里的孩子一起死掉了 为什么圣游如毫无隐心 如果她遭来 孩子就不会流产的 孩子 孩子应该是金太太下毒手害死的 你说什么 赵丽的妈妈 怎么可能是她 小姐不让说 就是金太太送来的那锅鸡汤 她在里头下了毒 小姐喝了 半夜就出事 孩子就掉了 天底下哪有她这样的妈妈 真是丧尽天良了 已经是有人指使 不过 医生特别交代过 月如她现在的身体还很弱 受不了太大的打击 所以请你回去告诉金小姐 给她多点时间 也让她 照顾自己 尤其是她肚子里面的孩子 更要小心保护 我去找了孙长 一定要平安地把小姐找回来 你守在家里 一有消息立刻给我打电话 嗯 嗯 你根本就知道我为何而来 你却如此冷静 你简直无情到极点 对 这个叫报应啊 报应啊 你闭嘴 信不信我会打死你 反正你们盛家现在的死人 比活人多 我跟月如说过 我们盛家人的生死由我决定 我现在再告诉你一次 所以从一开始 你根本就不在乎 照例肚子里的孩子 是生是死对不对 现在流产了你更觉得毫无责任吗 你这个人坚实是丧心病狂 你难道不知道你亲手害死的 是盛家的亲骨肉吗 你终于让我见识到 什么叫心狠手辣 什么叫 简照例 他不应该怀有月叔的孩子 他不配 你 为了阻止月如去见赵丽 你竟然逼自己的儿子跳楼 这么狠心的事你都做得出来 残害自己未出世的子孙 你点着情少不如 金赵丽害死月如他妈妈 现在他的孩子给他赎罪 这叫一命赔一命 你 你打 打呀 打呀 如果老天真的有眼的话 最好别让你死得太嫂 最好让你眼睁睁地看着 所有的亲人都离你而去 让你孤独终老 没有人给你送中 赵丽如今下落不明 要是他出了什么事 你说得对 一命第一命 我一定会亲手杀了你的 我一定会亲手杀了你的 最伟大的才能 就是我的爱情永远无期待 就是我的爱情永远无关枯净 等金赵丽女士八十岁的时候 我依然会想现在这么疯狂地爱着她 哪怕是在想想 就算已经埋在佛里 我的爱不会死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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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臭了 赵丽 只不过 我是真的饿坏了 你累坏了 好 我马上就给小姐泡茶 然后炒菜开饭 赵丽 我真的不知道能为你做什么事情 你那么信任我 我却 对不起 应该是我问你 还肯像以前一样 碰摆了门语观音的场吗 你以前不是常说 说上海是海 能来到上海的都只是过江龙 既然都是过客 来了去了 还不都很平常 又有什么值得再提的呢 中文字幕志愿者 好 好 好 记得郭董常说啊 这种皆大欢喜的事情 只有赵丽小姐搞得定 金赵丽永远是 百乐门的金字招牌 这恐怕是上海团最后的 多华绝代了 她瘦了 她眼睛里全是泪 她还是含着丽在想 金赵丽在 我怎么看不见 过去无处不在的她了 我只能 软弱无力 无助的 窥倒在地 我忘记 什么是勇气 要如何 面对自己 找不回 当初的日记 请问我 现在在哪里 那是谁 说不要害怕 我在这里 又是谁 说白来 我的心中病剧 别以为 不流泪 不流泪 代表我 无所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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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以为还有爱就可以 让我们走下去 让我们走下去 全都是我一个人的想象而已 我以为只有我都愿意 你会陪我到底拥抱没有意义 如果你的眼神有些迟疑 爱卷都还给你 那是谁 说过会被我掏风遮雨 又是谁 说过会被我掏风遮雨 忘了当时两个人的约定 别以为 不流泪 代表我无所谓 我无所谓 我以为还有爱就可以 让我们走下去 全都是我一个人的想象而已 我以为只要我都愿意 我以为只要我都愿意 你会陪我到底拥抱没有意义 如果你的眼神那么迟疑 爱卷都还给你 我以为还有爱就可以 让我们走下去 全都是我一个人的想象而已 全都是我一个人的想象而已 我以为只有我都愿意 你会陪我到底拥抱没有意义 如果你的眼神那么迟疑 每一切都还给你 每一切都还给你 在这边